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Omsense的数月生活 今天我们来到这里呢是Pukit Jalil Pavilion 他是属于那个基隆坡南部的一个大型的一个商场 他也是一个Pavilion的第二家那个分店 然后呢在这个 商场的附近呢周边呢还有一些公寓和一个商业的店铺等 所以是一个非常热闹的一个地方 就在Pukit Jalil的外面的店铺呢有着一间呢叫做Ideal Life 品味素食 就是一个Healthy Brand Based Cruisin的一个餐厅 是以一个健康为主要的一个 饮食的一个特点就在这一个 餐厅里面呢让我们进去看一看 我们来到已经是8点15分了 有点迟 已经接近他们营业时间的尾声了 整间店的感觉呢是 舒服 然后很明亮 简单又简洁的一个装饰 在这边呢有着一个他们卖的是香松 他们的树香松 这边就是他们的counter 往前一点呢我们看到这一个fridge里面呢有着一些 蛋糕 还有一些水果 应该这里养生的一个 主题的一个餐厅呢 应该有很多的新鲜的水果 这边是他们的名片 然后我们看到他的地址 他们不止一间 已经有几间的那个分行了 我们在所在地是不给加留 Banner呢很清楚 给我们知道营业时间是 11点到8点半 我们只有15分钟的时间 是Healthy Brand Based的一个cruise 前面这里呢应该是他们的一个 他们的signature dish吧 他们的menu也做得蛮精致 还拿了蛮多的 奖项award 对他们的食物蛮有期待的 理念 使命跟远景都很清楚 然后他们的食物呢都是被他们的nutritionist 调配过的 开始就有他们的10大精选家品 就在这里了 健康主题的餐厅呢少不了就是有他们的sala salad 然后呢我发觉到他们每一个呢都有写 写出这一个 食材 对我们的身体的那个好处 这边也是有一个招牌 客家雷茶 anti aging 香农加利 拌饭 然后这里呢是品味特调炒饭 还有品味包仔饭 这边呢就有着一个泰式清加利饭 是属于马来西亚的一个我们这里的一个 dishes 这边就是有着他们的那个套餐 这里也有一些日式套餐 然后这边比较偏向是日式的 也少不了一些粥 爱心金瓜粥 还有一个八宝粥 这边的主题是轻食主义的 我们可能要定一个这样的一个轻食主义的 食物来试试看 养生汤锅 黄金滚滚火锅 这边就是芋头火锅 还有一些alakate 单做饭 我们叫做 后面这个就是教材的一个菜肴了 他的餐牌呢都有跟我们说下这些 他们准备食材的这些一些他们的特色跟他们的营养 然后这里有着鱼头米粉 超辣 亚山laksa 这边就是健康的高汤拉面 Sesame ginger noodles 还有一些signature Pasta在这里 他们的人气意大利面当然少不了就是他们一些小吃 比如说pizza 还有他们的mushroom soup 这里就有一些日式的tempura 还有一些 地瓜条 金针菇 金钱带子菜 脆口鱼片 还有黄金饺子 这边就是他们的那个猪肠粉类的 还可以 配上不同的sauce 然后再往下就是儿童套餐 这些应该是偏向于属于那种水果类的那一个 Smoothie 还有这里的Odd meal jar 惊讶的是他们还有甜点 什么支付桂林糕都有 这里是House special beverage 饮料 健康纯果汁 不加糖 不加水的 Fresh juice 还有一些咖啡可可类的 由于现在比较迟 就没有时间去享用他们的咖啡 跟那些 特殊的饮料了 只能以简单为主 金瓜玉米呢 一直是一个养生的一个饮料 这个饮料呢 除了可以 滋润养盐之外呢 原来他还可以有一个减肥瘦肾的功能 能帮助消化排毒 日本拉面呢 有着丰富的那个 种类及口味 维俗呢 这个北海道的拉面呢 是最为出名 再加上这个微蒸呢 就是所谓的北海道微蒸拉面的 看到的呢 是他的那个 其实料蛮足的 包括有豆腐啊 还有萝卜啊 然后这里他的那个拉面 这个微蒸汤呢 如果这样来看呢 看起来呢 是蛮浓郁的 而鱼那个 正式的那个豚骨微蒸汤呢 他的相似度呢 其实是蛮接近了的 浓郁的汤头加上这个Q弹的拉面呢 真的非常不错吃的一个 这是一个 猴头菇 芝麻 小米饭 然后配上一个他们这个的特色 姜汁还有他一碗的那个 玉酥酥汤 烹饪的方式呢 是以一个 日本式的那个方式 有着稍微炸过的那个 猴头菇跟这里的是他那种 豆腐 小米饭呢 主要是富含维生素 B1B2等 然后还有 多种的那个 维生素 氨基酸 脂肪和那个 碳水化合物 然后呢 他们有特别 调配了一个 这样的一个姜汁 撒了一些 白芝麻 黑芝麻的 这样来 拌饭吃 蠻有一种像这个 热饰的那种感觉的 还配上了他们的稍微烫过的那个 椰菜花 还有一些 爆菜花 加上玉米汤呢 有着保护心脏的一个食材 味道还挺清甜的 这个就是这一个 Esset的那个 陶餐 也是他们的一个人气的一个 这里的料理 这个是一个 七彩 越南卷 越南卷呢 有着像是我们那个 春卷的做法 它里面呢 包裹的是蔬菜 外面裹着的是一个 米皮 为餐桌上的一道 独特的风景 主要是呢 它的那个里面的那个青菜 还有一些豆腐呢 加上他们的一些 还吃得出里面有一个海苔香松 酥脆酥脆的 姜汁呢一点都不辣 有一种甜甜的那种感觉 难得Pavillion Bukijalio呢 有着一间这样的一个 速食店 所以如果来一次呢 不妨来试一试他们的速食 再次 谢谢大家 感恩大家 跟祝福大家 祝福大家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